近日,中国原创阿尔兹海默病新药上市的消息打破僵局 新药名为971,中国科研团队历时22年研究 是国际首个靶向脑长轴的阿尔兹海默病药 可用于治疗轻度至中度阿尔兹海默病 11月2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 治疗阿尔兹海默病新药上市申请 认为该药可用于轻度至中度阿尔兹海默症 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 中科院上海市政府于11月3号在上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披露了这一药物的研发过程、上市进展等关键信息 阿尔兹海默病主要表现为认知功能和行为障碍 及精神异常等症状 是继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之后 老年人致残致死的第三大疾病 971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耿美玉领导研究团队 坚持22年 在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与上海绿谷治药有限公司 接续努力研发成功的原创新药 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 也让我们认识到呢 其实老年致残的发展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病的因素参与其中 那么其中呢 现在肠刀菌群呢 给老年致残的发病的机制呢 也是人们在关注的一点 那么后来我们就想 那么971它这么一个物质的话 它是一个糖的物质 它是不是也是可以通过 比如说作用在肠刀菌群上 然后呢通过肠刀菌群来发挥作用 所以这时候是当初的一个想法 据介绍 共有1199例受试者参加了971的 一二三期临床试验研究 为期36周的三期临床研究结果表明 该款药可明显改善 轻中度阿尔兹海默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 发现呢 它通过重塑肠刀菌群的失衡呢 能够呢 抑制肠刀菌群自身所导致的 很多异常的代谢产物 往外周释放 那么也进而抑制了这个什么 外周的炎症 那么也抑制外周的免疫细胞 向大脑的这个结论 所以后来呢 就是我们也发现 它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抑制神经的炎症 来发挥它抗脑持在的作用的 据介绍 目前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 已做好生产销售的各项准备 药品年内将投放市场 同时绿谷将启动971上市后研究 和真实世界研究 并正在积极推进 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 期望早日汇集全球患者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